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的恩典和你的爱带领我们能够安然度过2022年 我们也特别在2023年即将到来之前 我们要向一句求从你而来的智慧 让我们知道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 如何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和上帝的国度 求你在早上也接着你的话语 用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宁修的经文是传道书的十一章 首先请让我为大家读经文 当家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 云若满了雨 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或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看风的必不撒种 万云的必不收割 风从哪 哪来 骨头 在怀孕妇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肿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或是早晒的 或是晚晒的 或是两样都好 观本是加美的 引进日观也是可悦的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颤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 从肉体克去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 和幼年知识 都是虚空的 今天的经文中间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 传道者借着大自然 去讲一些人生的智慧 那因为传道书里面 很多都是比喻 所以其实不同的人 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我相信你如果去读 不同的解经书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所以今天当我带你 大家一起去灵修 的时候 我会更多的透过 表面的字面的意思 我们去思想一些 属灵的含义 第一和第二节 当将你的粮食 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把粮食撒到水面 可能这个粮食 能够帮助一些的人 或者是帮助水里的生物 这里是讲到 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要去行善 去帮助 在新约圣经 加大太书六章九到十页 他说 我们行善 不可散至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 就要收成 你要分给七人 或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 有什么灾祸 临到地上 所以同样是 当我们有这种行善的能力 我们愿意把我们 上帝祝福给我们的 无论是物质的财富 无论是属灵的好处 我们都愿意分享出去 主耶稣也在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他说 要借着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存的站幕里去 让我们再看看 第三和第四节 云若满了雨 就必清早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 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云集满了雨 就会降下来 这是讲的说 我们心里面 我们所充满的 就会出来 我们心里面存得的是善 就会发出善来 但是我们心里面存得的是恶 也会发出恶来 树 我们如果砍树 我们可以决定树的导向 但是如果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把树刮倒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 树会倒在哪里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很有智慧的话 叫做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控 或者预知灾害什么时候来到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种的心理准备 就是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我们要凭着信心去面对 任何发生的一些不确定的事情 暗风的必不撒肿 万云的必不收割 这是一个跟我们在当时的 巴勒斯坦这个农业相关的 一个的智慧的谚语 就是说如果我们太过于 重视外在的环境 其实我们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你太重视风势的强弱 可能会延误你撒肿的时机 如果你太注重云彩的聚散 也会延误你收割的积极 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界 我们不是看到了有好的结果 我们才去行善 而是我们有信心 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 上帝会祝福我们所所做的公主 然后是第五到第六节 风从哪里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善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传道者去用刮风和孩子 在妈妈的肚子里孕育出身 来比喻上帝的作为是 有时候在我们人的眼中 是充满了奥妙 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很多东西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上帝在这个大自然 和在我们人的生命中间展权 所以我们信靠上帝 就给我们一个最大的 一个确据和一个信心 早晨要撒你的肿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望 或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 我们的一个大使命 就是要去传福音 所以保罗他说 无论得时不得时 物要传道 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来判断 是不是一个对的时机 或者说这个对象 是不是一个对的一个对象 我们只要去撒种 早晚都去撒种 得时不得时都去撒种 我们不知道上帝 会如何在这些人的生命中间 去做改变的工作 第七第八节 观本是加美的 眼见日观也是可悦的 你知道神就是观 观是很多生命的 这样一个源头 所以眼见日观也是可悦的 就是我们能够去欣赏 三所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 这是一件非常喜乐 非常感恩的事情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所以当我们今天 我们能够活着的时候 传道书不断讲到 我们的一个恩点 恩赐就是我们能够 感恩的去过每一天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传道者也提醒我们 黑暗的日子必多 在这里 可能我们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理解说 我们人生中间也会遇到 一些黑暗的悲伤 顺利的日子 这个日子相对于快的日子 要更多 那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黑暗的日子是指将来 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 结束以后 我们在这样一个坟墓里面 黑暗的日子要远远长过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但是不管如何 就是这是提醒到我们 提醒到我们就说 我们的生命不是永远的 我们真的是若不是和永恒的神 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 我们再长 我们再多的欢乐 都会结束 都会过去 所以这也就去到了 我们这一张经文的结论 也就是我们传道者 想要我们去 明白的一个智慧 第九第十节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六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颤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神问 就是说 当我们去享受我们的人生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创造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杨东就说 上帝会为着我们的一切的事情 去神问我们 所以我们要敬畏神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的一个标准 不是说做我想做的事情 而我们是要做 讨上帝喜悦的事情 我们要有所节制 第十节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仇烦 从肉体克去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知识 都是虚空的 我想传道者 他自己做一个 有很多人生阅历的人 他去小于那些年轻人 所以他常常讲的东西 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刚开始 我们幼年的时候 我们很重要是要奠定一个信仰的根基 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因为如果我们的人生 我们再多的快乐享乐 但是没有神 这样的人生是虚空的 所以我们要去对付肉体中间的邪情私欲 免得我们得罪神 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 今天无论我们的生命是在幼年 是在青年 是在中年 甚至你觉得你的生命在老年 但是我想这些的智慧 都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 让我们有智慧懂得如何数算 我们一生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要为着我们所领受的邪上感恩 我们的生命 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创造 上帝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物质 让我们得以去享受 给我们的兴趣爱好 给我们身边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 但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一切中间 如果我们没有神 没有跟神有分关系 这一切都是虚空 主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敬畏神 特别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真是从敬畏神 能够获得各样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过讨神喜悦的日子 也愿我们在这样一个一生的延日中 我们能够得享神的祝福 我们也能让神得着荣耀 感谢赞美神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Amen 祝福弟兄姐妹新年快乐 主恩同在